歡迎回到熱血運動魂節目 曾秀鳳老師真的教了很多很多的優秀的選手 那我們這段節目當中就要來聽聽看 這些年輕選手在他們心目中曾秀鳳老師是什麼樣的一位老師呢 我們一起來看一看 我覺得曾姐她退得很快 真的很快 就是我們覺得她還是可以繼續在跟我們一起參加比賽 然後一起陪著我們 但是她也很有勇氣就直接退下來想要當我們的推手 然後我受她的幫助也很多 從小雖然我不是一開始就跟她很認識 然後後來轉職業之後慢慢跟她熟悉 然後到後來她一直也都在幫助我 然後甚至是我不管在比賽中有那個心理的需要啊 甚至是動作上的技巧的方面 她都很願意的去幫助我 然後我真的覺得很謝謝她 然後覺得她很努力的再去培養青少年 然後這也是我希望以後可以跟她一起學習的 因為我覺得這塊也是我很想做的 就是可以把自己的東西無私的傳承給大家 然後我覺得這在台灣不是每個人都可以做到的 對啊 像曾老師也有指導我 對然後她就是我們有什麼問題她都會很樂意跟我們分享 然後我覺得我在她身上學到很多就是 她就是用一種很自在的心情去看待很多事情 不然是說妳今天打得好或是打得不好 她都會教我們就是喔妳就是放輕鬆 然後用一些很平常的心情去面對 對然後像是如果我們在日本啊 考試啊或有什麼問題都是老師都會幫我們就是推薦 或是教我們說 欸我覺得妳們 我覺得妳們可以怎麼做會比較好 對就是很感謝曾老師對我們這些 不管是年輕的選手還是青少年的選手 就是很付出很多 對 我之前也大概在我轉職業的前兩年就跟她學球 然後到現在也有五六年的時間了吧 所以她就是很有耐心的一點一滴在教導我 然後很多時候就是她可能不會告訴你這麼多 但是等到有一天妳就會突然領悟到她講的話 我覺得她的話其實有時候妳當下聽可能覺得不怎麼樣 可是過一段時間以後妳會覺得這個力大無窮 我覺得還蠻感動可以看到有人在做這一塊 因為我覺得現在其實台灣很缺少人去帶一些 就是比如說小選手或是分享一些經驗 因為大家其實都就是各忙各的 然後也在巡迴上面就是闖蕩 那沒有時間去做這一塊耕耘的話 其實我覺得會蠻可惜的 因為在各個巡迴賽上面 就是打過之後覺得我們台灣其實並不會輸人家 那我很高興就是看到就是秀鳳老師有在就是做這一塊 為我們以後的台灣選手就是栽培啊 那方面的事情我覺得還蠻感動的 就是很很高興有看到就是這樣子的人出現 我覺得秀鳳老師因為是一個很棒的前輩 就是他願意分享他所知道的事情 然後他願意來做一些沒有人想要 大家有可能有想法想要做 但是沒有人實際去執行 但是他去執行他嘗試去執行 不管中間就是起步有很難嘛 因為起步真的是蠻難的 你要召集著所有世界各地的職業選手 然後來跟一些青少年朋友 青少年小朋友來練球的話 其實需要一點就是領導力才有辦法就是 就是call大家回來這樣子 對啊就是蠻開心有人去做這一塊 我覺得有做這一塊的話 後面就是青少年會來的路 會更健全 對 覺得更容易更健全 不會就是 喔 花了很多的時間還在找我要幹嘛 對 我覺得秀鳳老師真的對青少年很付出很用心 然後這次他舉辦這個活動 我也是特地就是從日本回來 就想要參加這個活動 因為我覺得非常有意義 因為我自己一個人真的力量很小 可是他有辦這個活動就讓我們有機會 就是回饋給一些青少年 對 所以我覺得真的很感謝他 嗯 就是非常 非常感謝秀鳳老師一直以來的幫忙 嗯 尤其是在我 在我業餘的時候 我曾經有一段瓶頸 然後也是他慢慢把我帶出來的 然後讓我突破我那一道牆 然後 嗯 雖然說 可能 我去美國這段日子 可能就是比較少 能夠 碰到他 或者是 可能跟他請教一些事情 不過我都知道 其實我們大家都知道老師是 是屬於那種默默付出的人 其實他做了很多很多很多 幫助我們 不管業役選手 或是職業選手的事情 但是 嗯 都沒有人知道 但是 但是其實我心裡都是很感恩說 謝謝老師一直以來幫忙 其實 在我們看 表面上 檯面上看不到那些東西 其實他檯面下都是一直在幫助我們 然後想要把台灣的高爾夫球生態能夠越做越好 這樣子 就是 所以真的 所以真的 我覺得他真的默默付出那樣 真的最偉大 嗯 老師老師剛剛看到那麼多年輕選手 這個他們平常不會對你講這些話對不對 就這個 都跟我拉帥而已 對 所以你看他們 他們這個 對 這麼 都是感謝你的話 平常沒有白疼他們 真的 喔 對啊 因為那幾個選手 你覺得 哇他們 特別特別感動的 他們 竟然講這些話 對啊 他們平常都不跟我說 嗯 但我覺得 嗯 他們有沒有在說謊 所以你這樣對他們照顧真的是非常多吧 沒有啦 其實這就是 其實有多東西 只有在人的一生 帶不走的東西 不需要留著 對啊 對啊 所以他們就是 發自內心的在感謝你耶 看得出來 對啊 因為一般真的 他們在跟你相處互選當中 可能真的 就像 大姐姐一樣 對 我都把他們當作自己的妹妹 嗯 是 對啊 楊總也覺得 秀芬老師就是這樣的一個人 他很照顧年輕的 後輩 剛剛聽到 那些選手講的都是奮鬍之焉 因為 其實不只是選手 包括選手的家長 或者是 從事高爾夫這個產業的這些人員 對秀芬都是非常敬重的 嗯哼 那也因為秀芬他本身的這個特質 他願意去傳承 願意去 繼續的去培育 我們的後代的這個高爾夫人口 所以 他在我們台灣的高爾夫 的歷史上面 是有一定的重要性的地位 對啊 那剛剛這個楊總也提到了 不光只是選手 很多的包括家長 因為現在的年輕選手 他們的家長 其實是 對於選手們的未來很很重視 但是呢 能不能夠有一個好的環境 是他們更希望能夠看到的 秀芬老師又給了他們安心的那種感覺 我們來看一下這些家長 甚至青少年選手們 對於秀芬老師都看 我們來看一下 同樣是清風球場 然後他就會有幫助我們 然後 常常會 來球場 或是去其他練習場 來幫我們看 如果在球場 剛好遇到他 我們就會一起練球 就是 會去 針對一些 比較不一樣的打法 或是 比較簡單的 去解決這個困難的球位 對 就是 就是 老師會教我們一些 就是 很正面 用很正面的心態 然後教我們一些 教我們去看待 打球啊 不管打好打不好 打好的時候 你可以很開心 但打不好的時候 可以不用很沮喪 就是可以正面去想 然後 你就不會 這麼 喪失信心 其實人真的很好 因為我 不是常常給老師看的 但 每次遇到老師 老師都會教我們很多東西 對 然後 呃 想告訴說 老師辛苦了 謝謝 是非常棒的 呃 威靈碰到 曾老師也是 我說的也是 運氣非常好 呃 他在教 威靈的時候 我去 他有 要 要我一起去 看他怎麼練球 然後 我發現他真的是很棒 呃 為什麼 因為他在 可以把選手當做自己的朋友 這一點我覺得他做得非常好 呃 然後他很有耐心的去 教導 威靈說 呃 什麼樣的 碰到什麼樣的狀況 怎麼處理 然後 他不只是在球技方面 尤其是在高爾夫球比賽的過程之中 有碰到什麼問題 你要去 怎麼去解決 然後 還有 呃 他 在訓練的時候 他的態度非常好 尤其 很多的 球很難打 可是你需要去處理的時候 就必須要 呃 你要很有耐心的跟小朋友講 他才會了解 怎麼去 呃 把球打好 我覺得這一點 曾老師做得非常好 欸 我們看到了這一段 其實 欸 其實很多的 怎麼去面對家長這倒是現在的 教練一個蠻重要的課題啦 對不對 因為家長一定是很 關心這個小朋友誰選手 那有 家長呢 又 太融入了 對 不知道這個小朋友怎麼看待這一段 跟家長之間的關係 其實 嗯 家長很關心自己的小朋友的狀況 嗯 而且現在的家長很喜歡就是 拿成績做比較 嗯 所以我們要讓家長有個觀念就是 你的學 你的 你的小朋友現在 在業餘期間打多好 成績多好都不是重點 重點是他有把基本工作好 嗯 這是要給家長最 最快的一個 主要的重點 嗯 還就是剛剛為你爸爸有在講 我在上課的時候 其實 就是 我很喜歡 我在上課的時候 家長可以在旁邊旁聽 這是很多教練沒有辦法做到的事情 因為什麼 因為家長會有意見 嗯 對 還有意見當下小朋友會有 會覺得 還不曉得要怎麼去執行他 但是呢 我希望我在上課的時候 家長在旁邊是因為 我在教小朋友的時候 我希望家長可以聽得到 但是他聽得到的當下呢 我沒有在小朋友在旁邊 我沒有在小朋友在旁邊的時候 家長可以提醒他 老師不是叫你要怎麼做嗎 嗯 對 所以小孩子他會提醒自己 這也是一個原因之一 嗯 所以我的 我的教學方式跟別人比較不一樣 對 家長比較可以信任我的 第一 的點數可能在這裡 嗯嗯嗯嗯 是 不過楊總怎麼看就是 楊總當然也知道 比較古老以前的所謂的教練 只要運動的教練 就是周炎立耶 很兇 其實我也很兇 不是這樣 就問修鋒老師可能不準 然後問楊總怎麼看 修鋒老師算是那種很 溫和型的 這個循循善又型的 教練嗎 還是他也有他的堅持 修鋒當然有他的堅持 這一點是毋庸置疑的 你問每一位家長每一位選手 都在高爾夫產業認識他的人 都知道這一點 那非常的有原則 但是在有原則的同時呢 他又是 一位以身教 重於言教的一個導師 嗯哼 他每件事都是 自己親自的下去 去教導選手如何的去處理 這些疑難的 或者是困難的球位的球 甚至包括他們的心理上面 剛剛修鋒老師提到他 包括飲食層面上面 他完全是沒有保留的 在教導我們這一些選手 不論你是今天 是在世界舞台上面的選手 或者是剛起步的 這些小選手們 我覺得這一點是 修鋒讓我很尊敬的地方 嗯哼 那你剛剛也有看到說 這些選手跟家長 對他的這一些讚賞 我常常跟修鋒講說 其實不要覺得說 好像你都默默的在做 默默的在耕耘 也沒有人知道 其實大家都心知度 嗯 大家都知道說他是一位 非常棒的 一位心靈導師也好 或者是在高爾夫 技術層面上面 的一個導師也好 我覺得 大家 應該都是有目共睹的啦 所以你也可以就是寬心一點 再繼續在高爾夫的這個領域上面 繼續在帶領我們這些選手 我覺得這一點是非常重要的 對啦 大家都敢念在心啦 所以 不敢不要 不過修鋒你自己是真的會 會很嚴厲的 從你過去所受到訓練的時候 你可能會古老的教練 會比較兇一點對不對 或者你這個打不好 一直打一直打 對不對 那你自己個人的教法呢 其實有時候 選手 我有時候會叫選手不用練球 因為我覺得 當你沒有那個心到這個練習 到這個練習場 或這個到球場的話 給你練球浪費世界 我會叫你 我會叫你去看別人怎麼練 這很重要 不要一直執著著說 因為我 其實說嚴厲我不會很嚴厲 但是我會 我會教導他們說 要如何練球 方程是可以改變的 不要一直執著著說 我一定要把這150顆練完 對 就是不用重那個量 對不對 不用重那個值 那有效果才是最重要的 對 不然你練1500顆也是沒有用 對 沒有重 那叫做練體能 練流汗的 好 那我們熱血運動魂節目 除了剛剛有 訪問了這些年輕的選手之外呢 我們還有神秘來賓喔 神秘來賓 對 修鳳老師的看法到底是如何呢 我們先休息一下 待會馬上再回來看 我們來看看